大家好,我们继续讲解论语,纪事篇第五节,孔子曰,义者三乐,存者三乐,乐节礼乐,乐道人之善,乐多咸有,义,乐交乐,乐义游,乐言乐,损义 义就是煮水啊,烧火啊,加热膨胀,多出来称流义,那么这里就是指利益好处,或者讲就是有义的 乐呢,其实呢和乐是一样,其实和礼是一样的,就是写在竹简子上,刻在石头上,刻在石壁上,住在容器上 或者是刻在这个,这个硅谷啊,玉石上的一些,我们认识到的真理真相,也就是所谓的这个道理啊,称之为礼,或者称之为乐啊 再后来因为,其实呢,乐和乐,就是说有一种共同约定啊,或者大家复乐文字嘛 所以乐呢,从里出来就好像是大家共同啊,制定,这有一个约定 那么,像这个字怎么发音,后来呢,有所谓的乐谱,因为大家发现啊,这个声音啊,有一定的顺序啊,一扬顿错啊,乐儿 好,那么就发明了所谓的乐器符号,那么就是约,大家约定这个东西代表个什么声音,多高,或者怎么回事 那么后来就成了音乐的乐,那么也就是说乐谱啊,确实乐谱也是就写在,写下来的一种规定 所以礼乐呢,就是所谓的规定,法律,或者规则 那么在这里呢,就是指这个道理 那么懂道理了,心安了嘛,心安也就高兴啊,就快乐 所以呢,就是这个乐呢,就是乐也好,乐也好 那么就是高兴,喜欢 那么,或者是叫爱好啊 损嘛,我们说过就是减少啊 也就是无意,下面讲有意损呢 其实我们说嘛,就是用手去把它多了,它去掉啊 就是减少啊 后来也就是有爱出的一种减少啊 本来是完整的,那减少呢,就受到这个害嘛 所以呢,这个损有损害的意思 嗯 结,结就是指 这个 这个就是主宗 从这个主宗上啊,一节一节的啊 后来就是拿刀切,切成一块一块成为结 那么在这儿有个斜呢,就是分嘛 切成一块一块的嘛 哎,为什么要分呢 结理乐呢,那本来就是规章制度 真理,真相,或者就是道理 就是说,哎,我们要去思考 啊,结理乐 就是要去 思考,哎,真理,真相 要去追求嘛 哎,叫 结理乐,哎,就是 乐结理乐,就是 喜欢 去思考啊,道理 那么 道,道我们说什么,就是路 那么在这儿和岛啊 你领着人上路,就成为岛了嘛 是一样的嘛 道人之善,善就是 好,平等,啊 打仰对小羊嘛 那么 跟引导别人行善 哎,就是喜欢 爱好吧 或者是说 怎么说呢 就是 跟别人去分享 一些道理啊 引导别人 劝人行善嘛 哎,让人都去做平等的事啊 做对的旗 哎,劈了一身 人劈的事啊 这个道人之善 嗯 多就是有了再有嘛 闲和圣是一样的 这个懂道理 呃,境界高啊 直到的人 称之为 贤,有 我们说过嘛 就是 嗯 两只手啊 平等,对待 啊 彼此能够平等,对待的人 称之为有 后来就是说 有就是有 就是 善啊 友善的 去对待 称之为有 那么就是 动词 那么 呃,当名词讲呢 就是 彼此能够 相互尊重啊 平等对待的人 称之为有 那么 喜欢呢 多广交啊 懂道理 有境界 呃,知道 呃,人啊 做一段朋友 那么 所有这些啊 所谓的这个 喜好啊 追求 那么是对人生 是有利的 啊 叫你 骄,骄马大为骄嘛 骄就是 自我膨胀啊 对人来讲 自己我感觉 自己大 那么骄乐呢 就是 乐嘛 我们说 那叫高兴啊 骄乐就是指 呃 你 这个 有个名啊 你看没有 我多 厉害啊 我多么牛啊 就是 求名 追求名 称之为 骄乐啊 你 对 求 这个名声啊 叫人家赞美 人有两个 所谓的名利嘛 求名称之为 呃 这个 乐 骄乐 乐意由 这个意 就是人 失了啊 人丢失了嘛 就是漫无目的 呃 呃 呃呢 最早是指着 这个人做梦 称之为 呃 嗯 到处啊 还是一会儿在这 一会儿在那儿嘛 我来说 游泳 游水啊 那么都是从那发展起来 那么这个油呢 其实 我们也可以认为啊 呃 堕入关滚红盆 也称之为油 这也是一个啊 一个 一个这个旅程啊 啊 所以也是油 那么乐意油的意思呢 就是 不考虑生活呢 目前 坐一天 饭一天 就吃油喝 反正就行了 死了白了啊 哎呀 什么人身 不人身呢 人呢 管他呢 哎呀 我有个人身 要吃要喝 我就吃喝 就是一 不去思考 人为什么活着啊 人是来干什么的 哎 那这点东西太 太烧脑啊 太费脑啊 哎 我不去考虑 那活一天 饭一天 称之为乐意油 那乐盐 乐盐呢 最早的时候就是在家里头有吃有喝啊 有物质 你想有什么东西 什么都丰足 就是安 在家里安 称之为盐 后来呢 就是演变成吃饭 人命以食为天了啊 人主要是 可以没有用的 也可以没有穿的 那没有吃的 都不行 物质生命不能盐 所以慢慢演变成这个盐呢 就是吃喝 那么这个盐乐呢 乐盐乐就是追求物质的享受 那么这所有这三样呢 那么对我们人生呢 是有害的 所以孔子在这的意思就是什么说呢 在人生当中啊 追求 有三种喜好或者爱好啊 追求也好 那么能够对这个 人生啊 有帮助 有益处 那么还有三种喜好啊 对人生 没有帮助啊 有损害 那么有 什么样的 那么喜欢 去追求真理 追求道理啊 不知道没关系 去琢磨 去思考啊 追求道理 追求真理 那么 这是属于啊 乐吧 另外一个乐就是 懂得了跟别人去分享啊 引导别人行善啊 不是说 引导别人去 投机去调 坑蒙拐天啊 那么这个 这是一 老人向善 作为自己的一个追求 一个喜好 那么还有一个呢 就是多结交啊 懂道理 明白 事理啊 懂事 境界高的人 做朋友 那么这三种喜好 或者说这三种追求 是对人生啊 是有帮助的啊 是有益的 那么 愁明啊 漫无不定的 活着 活一天 散一天 或者是追求物质的享受 啊 沉迷于物质 那么这些呢 咱们人生当中 是对我们 做人呢 是有 无益的 是有损害的 那么 这一个呢 大家自己去慢慢评 这也算 道理呢 没有那么 复杂 也不那么说 哦 深的不可 明白 都很简单 好 这一节呢 就跟大家分享到这 谢谢大家